那我们在上节课最后呢 跟大家去说明了一下 CSRF这样的一个攻击的行为 以及说是防护的 能够去使用的一个原因 那接下来呢咱们来看一下 刚才我们就跟大家说过了 那我一旦在Flask当中 把谁呢 把刚才在引力的文件里面 所去写的这样的一个 CSRF Protect 把APP给传进去之后呢 它能够开启验证 它开启验证的时候呢 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 它仅仅解决的后端是 在收到请求的时候呢 只要你的请求是 Post,Pull,Delete这样的方式 它都会去从主动的 从你的Pullkey当中 拿取一个值 在从你的Pullkey当中 拿取一个值进行对比 来进行验证 那到底Pullkey里面的值哪来 Pullkey里面的值哪来 就相当于 刚才我们跟大家去说的时候呢 银行开启验证的时候呢 它开启来验证 但是这个Pullkey的值 是它什么时候进行设置的 那这样一点呢 都是跟刚才我们所说的 这后端有关系 到底什么时候设置 由我们自己来去决定 意思就是说 你只要保证 在肯定在正常的 发送Pulls的请求 要用到那个CESRF token之前 只要能给它设置进去 就可以了 所以呢 现在咱们来看一眼 那相当于 我们在咱们的这个 发送应用当中 我们得自己来去解决一下 很有可能要去 发送Pulls的请求里面 必须要包含那个数据 那我们就在之前 必须得把Pullkey里面的数据 给它解决掉 需要给它进行设置 那这个设置的话 我们什么时候给它设置呢 大家去想一下 如果你在使用的是 前后端不分离的情况下 使用前后端不分离的时候呢 前端拿到的那个页面 是你后端去渲染的吧 是一个模板吧 所以你在模板当中 怎么去做的 如果你前端这个页面当中 有一个表单要进行发送 你那个时候 是不是在你的模板的表单当中 去写了一个字段呀 还有印象吗 哪怕是说 我们在这个Flux当中 那个表单 是不是还去写过一字段呢 写过一个叫做 CSRFToken的字段吧 那么说了 如果你使用的是 前后端不分离的时候 什么时候 那个Pullkey被设置进去呢 就是你在表单当中的时候 就在你的模板当中 使用这句话的时候 包括在张狗当中 也是一样的 在去使用这句话的时候呢 后端会同时给你设置Pullkey 也会在这个表单体当中 给你隐藏那个字段 就相当于在这一次过程当中 他把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两个东西 一个对应的Pullkey里面的数据 一个Pullkey里面的数据呢 它都给你形成好了 是在那里面去做的 但是我们现在追应的是 前后端分离了吧 前后端分离的时候呢 我们就没有模板了 没有模板的话 我们就处理不了了 所以这时候的话 我们什么时候给它设置Pullkey 什么时候给它设置Pullkey呢 咱们来看一下 Pullkey的话 我可以提前设置 只要是说 你访问我网站的时候呢 我就预见性 你肯定可能会发送这样 Pullkey的数据 所以我在基于一开始的情况下 一开始我就先把Pullkey设置 可不可以 然后你什么时候 想要发送请求体的 什么时候想要发送Pullkey的请求 那那时候的请求你的数据 我在你发送的时候 在针对的现在去解决 你请求体里的数据 我这么想去操作 所以咱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就先去把Pullkey的东西 给你解决掉 把Pullkey里面解决的话 那咱们采用的是前后端分离 那我们去想一下 那咱们说的最简单的方式 就应该是 只要是用户 在一开始 第一次访问我的时候 我能不能就把这个Pullkey的数据 给你设置进去 完全可以吧 然后一旦设置上去之后 这个Pullkey就始终有效了 然后呢 你就一直利用它就可以了 然后呢 下次你关闭浏览器 再访问我的时候呢 我在你的第一次请求当中 再给你设置进去 就可以了 所以我只要在发送Pull请求之前 先把它给你设置进去 就可以了 所以那咱们现在 咱们去想一下 那它第一次向我请求的时候 什么时候请求啊 是不是肯定向我发送的 这样的静态资源 是它第一次请求啊 所以那我干脆 就在你发送这次请求的时候呢 我把你对应的 所要用到的 CSRF那个Pullkey的值 我给你设置进去 我们先把这样的 所有的Pullkey全给你删掉 那咱们来看一下 我就要在你这次当中 给你设置 那对应的 刚才我们已经把提供静态文件的 提供静态文件的那个东西 已经写好了 对应的在这个web 在这时段中 这是我们说的 能够接收到的用户第一次请求 那也就意思说 我们除了要给你提供静态文件之外 是不是还要给你设置 那个CSRF的Pullkey值啊 在这里面给你补设下去 好咱们来看一眼 怎么进行设置呢 那我们说了 你刚才咱们能够看到的 这个Pullkey的这个值呢 叫做CSRF Token 它叫这个名字 但是值是什么东西呢 它就是一串字不串 而且这个字不串呢 是一个随机的串 它要起到什么问题呢 要保证这个字不串的值 是不是应该跟别人的 正常的CSRF Token值 是不是不一样啊 如果大家都是一模一样的话 那你说黑客 是不是就知道应该什么值了 所以它就是一种随机性的值 每个人都猜不出来 然后黑客才猜不出来 它才造不了呢 所以就相当于这样的一个值 我们还得去生成 但是生成这个值的话 咱们可以去省略掉 咱们可以自己不用去考虑这样的东西 原因在于哪呢 原因就在于 我们给大家去引入的 这个WTF的CSRF Token的话 这个防护机制 它除了能够提供这样的东西保护之外 它还给我们去提供了一个工具 专门能够用来去生成这样的CSRF Token的那么一个东西的吧 那那个工具在哪呢 咱们来看一眼 我先去给它放到静态文件的试图当中 我先去给它引入过来 那个工具是在哪呢 是在这个Flask 我们使用的WTF 这个扩展当中 有一个叫做小写的CSRF 这是这个东西 然后呢 在这个工具里面去提供了一个东西 我们看 往下看 上面就是对应的形成一个静态文件 底下的话 咱们来去写一下 我要去给你生成一个 比如说这是创建一个CSRF的值 创建一个CS CSRF Token值 那怎么去创建呢 就利用它的工具包 CSRF这里面呢 有一个叫做 我们来看一眼 在这里面有一个叫做 Generate 这里面有一个叫做 Generate CSRF 就是通过这样的函数呢 我们就能够把对应的那个 Token值给我们进行生成 而且呢 我们在去使用的时候呢 不需要传任何参数 就可以进行操作 这时候一调用 它就会给我们返回一个 Token值了 我们把它叫做 CSRF Token 好 我们就通过这样的方式 来去生成 这时候生成完了 我只不过是把这个数据 给保存到相对应的 这样的变量里面的吧 我是不是给你设置Cookie当中啊 所以咱们要操作Cookie了 那要去操作Cookie的话 怎么去设置Cookie啊 是不是应该去可以make a response 来进去设置啊 好了 那么先来看一下 就相当于我在直接返回静态文件的时候呢 不是直接立马给你返回 而是呢 我先去构建一个响应对象 所以呢 通过make a response方法 然后呢 我把你send这个东西的一个返回值 去放到make a response当中 让他帮我进行一下处理 形成一个response对象吧 可以形成这样的对象 形成一个对象之后 我再去设置Cookie值就可以了 对吧 设置Cookie 设置Cookie值 那设置Cookie值的话 那设置什么Cookie呢 它的键名是C 然后咱们线下 相当于我通过ISP当中 有一个set setCookie进行设置吧 那它的名字叫什么东西呢 我们可以指名叫做csrftoken 叫这个Cookie叫这个名字 然后它的值是什么东西呢 是刚才我们刚刚写出来的 拿来的变量值 csrftoken的这样值 我给你进行设置 设置完成之后 再返回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通过这样的方式 再返回就可以了 那我们说了 这个setCookie的这个值的话 这个方法 除了在设置Cookie的时候 有一个有效期啊 我如果没去指明 它的有效期是多长 是临时绘画吧 浏览期一关闭 是不是就失效了 所以我们再去操作 这个csrftoken的话 就不能给它设置 这样的有效期 原因在于哪呢 如果你给它设置 长期有效的话 很有可能会被失窃 会有面临的风险 所以呢 就在本次浏览器 打开的情况下 是有效的 下次你关闭浏览器 你再访问的时候呢 再重新给你生成一个东西 所以关机就在这 我们就不给它设置 有效期了 就让它是临时有效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给它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之后呢 咱们再让程序 重新的去启动一下 让程序重新启动一下之后 然后呢 咱们回过头来 回过头来之后的话 咱们重新的去刷新一下 这样的一个页面 只要无论是哪个页面 你访问一下之后 都可以的 所以咱们把它点开 点开之后 我们来看一眼 相对应的 这里面是不是多了一个 CSR token啊 这是我刚才设置的吧 然后呢 这个值就是 它所给我们生成的 那么一个值了 所以现在就有了 有了之后的话 你什么时候想去发送 向后端发送 那个带情绪的数据 那你直接再去形成 包子里面的数据 是不是就可以了 所以就是关于这样的 那么绝对 好 所以 我们再来 经历 好 好 很 好 好 谢谢观看